好 转回现实世界 要关注的是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伊朗全国陷入一个反政府的震荡 那么各地都传出反政府的浪潮 因此相对就有血腥镇压 目前知道死亡的人数逼近200人 实际数字最新的是185人 受伤的有上千人 这波反政府抗争的主力是学生 那么特别这一切都是因为 从一个没有带头巾的女性 被拖进警局 那么后来不幸惨死开始的 因此学生里面 女性争取自由的坚定意志 让抗争持续 那么伊朗当局当然会恐慌 因此展开逮捕行动 逮捕的学生就送到心理治疗机构 进行再教育 而烈油厂的工人 也发起了属于他们的罢工运动 很多店家关门响应 联署的医生超过800人 谴责伊朗政府用暴力镇压 直接挑战伊朗最高的领导人 哈米尼的权威 而伊朗的历史学家旁观 这一次的震荡认为 如果伊朗全国都发起大罢工 经济受到冲击 就会震动到伊朗政权 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运动 持续近一个月 学生是这场抗争的主要力量 警察以暴力驱散他们 各地也传出血腥镇压 至少造成185人死亡 上千人受伤 但抗争民众却没有因此退缩 伊朗库德族城市是抗争的起源地 警察故意切断电力 利用黑暗掩饰枪杀抗议民众的犯行 伊朗当局对于学生们 尤其是女学生 争取自由的坚定意志 感到恐慌 政府展开逮捕行动 将他们送进心理治疗机构 进行改造和再教育 也有些少女 没有机会活着回家 9月23日 16岁少女莎瑞娜 加入了示威运动 她遭到警察 用棍棒殴打头部致死 官方通知家属领回遗体时 逼迫他们对外谎称 女儿是跳楼轻声 另外一名16岁少女 也有同样的遭遇 家属还被迫上电视说谎 这一次的反政府运动 与前几次不同 现在就连练油厂的工人 也高喊反政府口号 以罢工伸援 街头民众 对伊朗政权是严重的警训 伊朗库德族地区许多商家 也全都关门不营业 响应罢工 周二伊朗的医师联盟 超过800名医师 联署声明 谴责政府使用暴力 还强调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直接挑战最高领导人 哈密尼的权威 抗议民众也呼吁全国劳工 周三发起大罢工 除了街头的抗争 民众也在网路上发动攻击 伊朗的国家电视台遭骇客入侵 官员们的政宣节目被恶搞 最高领导人哈密尼 被换上了小丑脸 头上还被画上准心 骇客在画面上写着 加入我们起义吧 哈密尼再度发表演说 斥责上街头的人是敌人的特务 德亚兰的大学生 站着排出波斯文的 写这个字形表达无言抗议 伊朗政府恐怕没有想到 逼迫女性戴头巾 不再引发反效果 现在就连政权都受到威胁 TVBS新闻总和报道